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一条那个飞片啊最近有五点中毒了这个东西在那个淘宝上面看到的 然后我就买一个回来试一下就是那种火气印啊 那废话不多说先把这一看一下还好没撞到镜头啊这个我前面已经试过一遍了那所以呢就是先跟大家讲一讲那首先第一个嘛火气印那第一个就是印章那想看别的我以后就有机会再做那就随便买了一个就是呃怎么讲就这个呃印回来嘛那这个是现成的有机会我自己再用软件那边然后再画一个然后再拿去做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样子还可以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里面的那个蜡那就是说要用蜡然后来盖印的这样子那这个我切的有点多了啊这个是我之前试验的好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就是加热用的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那个呃加热用的那个蜡吧也是叫蜡吧应该是然后呢就是我买的是那个薰草味道那这个是汤勺啊 再下来这个是那个到现在还没用过因为你看我那个印还是挺干净的那这个红色的你印泥吧就是拿来清洁他用的再下来别的什么这些我觉得就不用去抢了这些好那就 就赶紧来先试一下给你们看那个一一买的还而且刚好有我懂的那个观众呃麻烦跟我讲一讲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是很懂啊反正就是买起来的时候挺好玩的真的觉得呃比较麻烦就是我那个烧在这嘛然后就慢慢加热 加热那个加热完以后呢就可以硬了反正是挺疗愈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一晚就这样子放在这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好那个首先第一个嘛小孩子那个不要乱玩火这个就是那个薰衣丑的那个蜡烛然后我这个我先点一下 那点完以后啊能看到我非常温暖的火光对吧然后配上这个我相当的漂亮 那样但这个没有那么快去用那我要做的是一个第一件事情一开始我不会用了然后我先拿一条这个就是说上次用的这个喇叭 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一开始不过我是切了一块所以你看这个口很齐原来不是是这样子切了然后大概这个是我看一下多少 这个的话是10层是1厘米左右的但是我一开始切了是10层是吗但我这里切了是20厘米然后呢后来我才只想一下这个东西不应该是 切切下去放放下去用应该是这样子然后那个烧了吗然后让它上面有点融化 好啊然后再加一下慢慢点然后让它去用这样子 那你看有点融化了已经 那看到这里融化了好 那看到看到了看到就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让它慢慢融化 好那这个量大概就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拿一个本子那随便一个啊我刚好做完干笔食品那我顺便把这个给做了好就这样子倒上去 我估计我估计我这个量应该不是很够 嗯明显应该是不够好然后这个放完以后哦不好意思我先把这个给放一边 然后把这个给盖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等一等大概是 呃一分钟左右吧然后就ok了 这样子然后可能差不多因为这次量比较少然后就这样子啊失败了就是这样我重新再弄一个 然后这一次对我开教授一下 好了那刚刚这个分量你看就 现在给你们看看了 你看这样子 露一点点出来那就差不多了这样子 我下次应该去弄一个就上面 有一点那个什么上面就跟着那个图案我每次都要看下面那个图案然后才能对准 这个的话比较不是很好用 那刚刚用完了顺便把它吹洗了一下 然后就把哎呀刚好有一点弄到这个有点 有点不是很完美这个地方好 那就大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呢再下来就等它干大概一到两分钟啊 这样子刚好就想请教一下你们有谁懂这个东西的 然后叫我玩一下还真的不会玩这个 然后差不多这样子哎 ok了但是还是有点不完美 呃对然后给你们放大看一下 刚刚的两个效果是不是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相当的漂亮了 还有什么别的玩法 或什么的麻烦观众给我推荐一下 主要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是很懂 对你刚这个弄的还是不是很成功 对好那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麻烦你们指教我一下 那一个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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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